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教大家一个比深蹲更强的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快速提升我们蓝同志的肾气和阳气 同时我们蓝同志的两块核心肌群也能锻炼到 一个就是我们的腹部,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臀部 对于年龄超过35岁的蓝同志,这个动作一定要好好的珍惜 最重要的是你只要坚持的去念它,就能更好的刺激我们的搞同分泌 好了,话也不多说,马上把这个动作交给大家 大家做完以后感觉动作好用的,记得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好,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 首先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的具体做法 然后我们开始讲细节 这个动作其实它的细节是非常多的 手换上面,停,细节掌握不好 你这个动作它的一个蓝就没那么强 对于你身体的一个动作也没有这么强 现在大家应该已经看到这个动作的样子了 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跃跃欲试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细节去看完 那细节是什么呢 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的背和墙的一个距离 背和墙一般是一脚的距离 也就是说我先背贴住墙面 然后我伸出一只脚,用我的脚后跟贴着前面的这个前脚尖 这样就是一脚的距离 好,我们一脚的距离选好了以后 微微的把腿往下弯曲直至我们的后背贴着墙 这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距离 然后呢,在此之下 我们先不要着急着去做我刚才这个动作 我们先把手放上去 然后呢,把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 往前顶胯 顶胯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是骨盆往前顶 大家看这个动作 顶胯,骨盆往前顶 同时收我们的一个臀大肌 它这个动作就已经念到了我们的腹部和我们的臀部 就这样 我们把手举上去 去寻找刚刚顶胯的感觉 去找这种感觉 背贴在上面 上背部贴在上面 然后去找什么呢 去收紧我们的下腹部 提臀 同时脚尖踮起 去找这样的感觉 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发现腹部有感觉了 臀部有感觉了 我们开始把动作再进行下一步的强化 吐气发力 手下来 让它能够更好的把这个力量在顶点 给它进行一个收缩 好,吸气上 吐 每一下吐气都要把气吐完 同时你的小腹要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像我们做卷腹一样的往上提 骨盆往上顶 同时我们的腹部要往下收 你看 走 这个动作 你只要能够坚持去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 能感觉到你的臀部的一个酸胀 小腹内部有一种燃烧感 那么就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非常完美的 你只要能够坚持去训练 就能够完美的去刺激到我们身体的一个搞龙激素 同时增加我们的阳气和胜气 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每天坚持20个做一组 坚持做上三到四组 当你能够坚持一个月以后 你就发现你的身体逐渐逐渐变强壮了 好了,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谢谢大家